這禮拜開始到11月底 總共有22黨的台股ETF 要輪流的上演除席秀囉 總受益人數390萬人 非常的可觀 這其中22黨我仔細run了一遍 其中有不少它的年化值利率 超過了10%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整體檢視一下 有誰總體表現最好 重點是哪一些值得 就算現在空手也可以長期投資 玉棠 我們請您上台來 來 這個禮拜台股ETF的出席亮點有哪些 對 我覺得當然很多什麼高股市的ETF 陸續都要做一些出席的動作 不管是有些什麼雙月配 月配等等 但我覺得現在在這個2024的年底 我就要看到2025了 因為2025未來的一個趨勢 以台灣來說 甚至以全球來講 台灣在跟上全球的趨勢 就是碳費的一個徵收即將要上路了 明年開始 對 因為今年這個環境部在8月 發佈了這個碳費的一個徵收辦法 比如說像是自主減量的一些計畫管理辦法 還有這個徵收的對象是溫室氣質減量指定目標 這是法源的一個依據 那課針的對象有誰 初期針對年碳排量2.5萬公噸的大幅課針 那大約會有500個廠商 有281家是非上市櫃 141家是上市櫃的公司 那未來當然一定會再擴大 就是先找比較碳排量 就是前2.5公噸以上的大幅課針 那時間點你可以看到就是 2026年的5月依據2025年你的排放量去申報 然後繳大碳費的一個規則去做一個這個所謂的一個課針對象 那一開始你可以看到現在每公噸是300元 到2030年可能每公噸會飆漲到1200到1800 因為剛開始價格當然不會太高 但是隨著整個全球化的趨勢減碳的趨勢 而且這些優惠徵收的對象的一個達成的一個相關的 不管是技術標竿的指定消減率 或者是行業別指定的一個消減率的減碳目標 去根據這個差別 然後去根據它適用的優惠費率去做一個調整 但整體來講 這個趨勢很明顯就是價格會不斷的上來 因為全球其實 當然目前碳費各個國家不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趨勢就是不斷的一個飆高 這個政策 因為之前已經反應過一波了 接下來對於股價會有什麼直接的聯動關係嗎 我覺得第一個股價上來講 你說碳相關的個股可能沒有直接關聯 但是如果你低碳牌的公司 它可能會獲得市場的認同度更高 因為應該這麼講 低碳牌的公司 第一個我們分兩種來看 第一個是一排碳的密度 所謂排碳密度就是把平均每單位營收的碳牌量 去做一個分類 叫做低碳密度跟高碳密度 你可以發現低碳密度的公司 它的年報酬率或者季報酬半年的報酬率 很明顯是高於什麼 高碳密度的 你可以發現到季報酬率半年 甚至年報酬率 它的表現都很好 我覺得這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 你能做到低碳牌的 絕對是指標性的廠商 那指標性的廠商 它在國內外的接單 絕對是更好 你高碳牌的企業 一定很多都會被排除在外 就像蘋果供應鏈都會要求你要符合什麼ESG 要低碳牌 很多你要跟國外做生意 你都要朝向這個趨勢 法人的認同度也很高 對 高資金就會流進 那以碳的總碳牌放量來看的話 綠色的就是低碳密度的 黑色就高碳密度 很明顯的總碳牌量比較低的 不管是季半年 甚至整年的報酬率 都比高碳牌密度的公司都高出許多 所以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低碳牌的公司 第一個 它的整體的股價報酬率 它是非常亮眼的 那我們剛剛談到一個說 不管是基本面 甚至市場的一個 法人的資金認同度高 因為很多國際的資金 他在買一些公司 不管是被動型的 主動型的 他也會把這個所謂低碳牌的公司 納入他篩選的條件 他會剔除那些所謂高碳牌的企業 所以你可以發現 股價的報酬率 甚至獲利的能力等等 我覺得都會反映在這個 所謂高低碳牌上面 這個反映在股價當中 這股氣氛跟這股潮流 已經反映在ETF裡頭了嗎 我覺得已經開始會陸續反映了 而且應該這麼講 所謂的一個高息 因為今年以來 很多所謂叫高股息的公司 讓大家比較覺得 好像沒有配到真正的高股息 但是剛剛談到 其實低碳的ETF 他也有高息 而且表現的報酬 比台股 甚至比所謂的台灣高息指數 表現也都高出許多 你可以看到 年化報酬率是這個 綠色的柱狀體 我們比較三個 第一個是台股 加權指數的報酬率 跟台灣高息指數的報酬率 跟台灣ESG低碳高息事實指數 有把低碳算進去 對 把低碳算進去 也有高息算進去 台灣ESG低碳高息事實指數 我們把這三個指數做比較 第一個你從綠色的柱狀體來看 加權指數在 這個是統計從2019到今年10月 年化報酬率加權指數大概19% 那台灣高息指數大概15% 但是我們今天特別要談的這個 低碳加ESG加高息的 台灣ESG低碳高息事實指數 卻有24%的報酬率 它是表現最好的 那從紅色的就是 鼓勵率來看 台灣加權指數大概4.4% 高息指數是7.5% 但是你可以發現 低碳高息指數的一個 指數的鼓勵率卻高達8.1% 是有高報酬率又有高息的表現 所以同樣是擁有低碳的懸股邏輯 一樣能享有更高的 所謂高股息的一個報酬 這個是指數 跟台股單純再加上高息 再加上低碳ESG 產品別的比較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剛剛談到第一個 高息的高股息的ETF 今年的配息的一個殖利率的狀況 我們剛剛談到的 這個永豐ESG低碳高息 就是直接連接到那個指數 追蹤剛剛那個指數的 代號是00930 他就是追蹤這個低碳高息指數 你可以發現他第一張表 我們是跟一些高股息的 相關ETF做比較 在各個發行商 不管是台信有趣高型等等之類 這些高息ETF 有些是雙月配 月配有些是季配的 都不一定 但是我們去比較 直接聚焦在市場上 高息 對對對 所有高息的ETF 因為主打高息 那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雙月配的00930 你在這一次11月份公佈出來的年化的這個所謂的殖利率高達13.72% 算是目前表現最佳的 甚至追蹤過去這幾次的年化的一個配息率 因為他是雙月配就是13579單月的雙月配 都有10%13%到這一次都還有13.72% 第一個以殖利率的一個年化的配息角度來看 他是相對非常好的 在這個所謂高息ETF裡面 他是勝出的 那下一張表我們再比較的是所謂的低碳 因為台灣裡面目前跟低碳相關的這些ETF做比較的話 比如說00930跟00923去做比較 因為這個雙月配的這個00930 我們剛剛談到他的一個零化的一個殖利率 這一次有13.72% 過去來講幾千幾次都有10% 那另外的話 剛剛談到像00923可能的殖利率就不是這麼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總結出來一個結論 00930的一個部分 不管是跟高息的ETF做比較 甚至跟低碳的ETF做比較 他的數值都是什麼 非常好的 來我要問他殖利率上看起來是這年化殖利率 是不是真的還不錯 我舉例好了 我們以00930來舉例 他的選股邏輯是什麼 好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當然他先把所謂的永續行動 所謂的永續行動報告書 納入這個他的一個選股的一個大方向 那再來就是什麼 低碳的一個企業環境 所謂低碳企業環境 第一個就是剛剛談到一個低碳密度 你的碳排放量跟年度的營收的那個數值 前50低著他才納入 就低碳密度的 那低碳排量應該是總量的部分 剛剛是低碳密度這個是低碳排的總量 前50%低的就是把這兩個總量或者密度 前低的50%先納入 然後再來永續的這個ESG的一個評分 得分率是BB級以上的公司 我再把它做進一步的篩選 然後第四個是非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 就是高污染高耗能油啊 天然氣水泥塑膠 排除 對我先排除 因為他們就是比較高 比較高耗能的一個產業 我就先把它剔除 那應該選進來應該大部分都是比較 非那個高污染的 非船產再來就是配息率 要相對於因為畢竟他叫什麼 低碳高息 前面談的都是低碳低碳低碳的篩選標準 最後一個還要高息 所以我會把這三年的配發現金 鼓勵把它納入 所以這個是00930在這個台灣特選 台灣ESG低碳高息事實指數 他的一個篩選的標準 所以第一個這個指數公司 每年的六月 他會定期審核當中的成分股 然後按照殖利率市值總和排序 前40高的 我就把它拿入 好這個是00930他自己的選舉邏輯 如果我們也要來選一個 符合低碳符合高息 你覺得需要具備哪一些特色 我覺得我們來看 需要具備的第一個就是 你在這個低碳 投資低碳 一定是聚焦一個淨零的大趨勢 這是第一個方向 第二個就是掌握所謂的金流 就是它的配息像00930 它的一個配息現金流 相對穩健雙月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向 就是剛剛談到的 現金流高頻又雙月配 你一年有六次的收益分配 雙月兩個月配一次 對那你配到股息 你要可以再去再投入這個 所謂的剛剛談到的00930 這些所謂低碳個股身上都可以 當然再來就是剛剛談到 00930特色ESG 永續發掘這些所謂的好公司 所以我覺得從這四大特色裡面 又合在一起的話 那00930也符合我們剛剛談到的 未來的選股的一些大方向上 玉棠這種 因為這個題材是很long term的 所以在這種商品的ETF 在操作策略上 你會怎麼建議大致 我覺得絕對是一個中長期的趨勢 因為第一個 你是因為參與配息 然後配息再投入的話 理論上不是做一個短線的一個加差 這位投資朋友 就是你心態上 你要你要知道 你是做一個long term的長線操作 再來雙月配的話 你每兩個月就會拿到一次股息 那我就配合永續的精神 就是持續的再投入 持續再把拿到的股息 再投入到ETF身上 那當然我會建議就是以 定期或者定期定額 或定期不定額都OK 你一定要持續性的買進 因為以長線的價格去看 你定期定額的買進 你的均價會更平滑 然後領到的一個股息 再投入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報酬應該會更好 非常清楚 謝謝玉棠請先回座了 就是因為這個禮拜22檔的ETF 陸續到11月底都要進行出席了 由於哪些的特色 今天玉棠特別舉出一些主題型的 00930符合低碳高息的題材 操作策略就用給你做參考了 好 今天壓軸 我們要交給劍峰了 財報第三季 全數公布了這個禮拜 大家都在看回答 不過台股的財報當中 有哪一些其實透露出珍珠的光芒 休息一下 建峰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